18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有23425例 而花莲新增447名确诊者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花莲全县有四分之一的人确诊 而是逢暑假又以新城乡 吉安乡、花莲市还有丰冰乡 连三周确诊人数高于平均值 要呼吁民众确实做好防疫 施打疫苗 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花莲县18日新增447名确诊个案 花莲县卫生局副局长中美朱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花莲全县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数确诊 适逢暑假已新城吉安花莲市和丰冰 连三周确诊人数高于平均值 而花莲在18至29岁的 三期疫苗覆盖率高于全国 持续呼吁乡亲随时做好防疫 戴好口罩 符合施打疫苗资格者 踊跃施打疫苗 今天新增是447 那目前还在我们各医院 建筑物院的人数呢 相信还有63位 那新增的居家照顾的还有375 这是我们今天新增的447 特别是75岁以上的长者 全国是第一季是81 那我们是76.6 这个部分落差不多 我们还是再次呼吁我们的乡亲 75岁的长者尽数来安排 因为我们接种以后要两周 才有这个免疫力抵抗率 秀莲新城 花莲市吉安万勇跟卓旭玉里 这六个乡镇呢 我们的这个各乡镇 我们平均是24.8 占了四分之一 花莲的人口是目前 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口将近都已经改了 那从各乡镇的比例来看 超过四分之一的呢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秀莲新城 花莲市吉安 还有万勇跟卓旭玉里 那每一周的这个平均增加数呢 是新城 花莲市吉安 还有封兵 其中封兵是这一周新增的 就是前七天新增的 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呼应我们的乡亲 打一房真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们分析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尤其是那个新城花莲吉安公斌 这个连着三周都高于平均值 我们大概要提到的 大概就是因为暑假 那游客特别多 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特别呼吁 这个口罩一定要戴好戴买 个人的卫生非常重要 保持社交距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